這個就奇怪,你第一個聽,我以為是鬼故,你明白嗎? 你聽到一開始,感覺到好像聽到另一個空間的說話 但跌一跌戒指那一下,就去了另一個空間 但它要走回那個空間,就找回戒指 這個是很奇怪的 這個也很Interstellar 是,我經常都想去學氣功 我經常都想去學氣功,但有好幾個朋友都說過一件事 學氣功,其實某程度上,你的ESP的能力 靈感的能力是會強很多的 會的 是,很明顯地會有很多危險 很明顯,而且那種明顯是你很一致的 是由身體,心理,到你真的說得出來,所有的靈感力 因為始終是打開默論 打開你的很多穴位 當然有很多人不喜歡氣功,也會說一些反批說話 反批聲音就是,開了氣穴,很敏感 坐地鐵,你坐完的位置,讓我坐下去 哇,我簡直是病 有些人是敏感到這樣 所以說氣功,你最重要的是 你不只是學他開,要學他合 保護自己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就上去mj13show.com 以69元三個月訂閱節目重溫